像是如果說呢 以我的使用量來看 其實我會需要再添加空間 那我想說添加空間的話呢 費用會不會很高 所以像你自己可以把它點下去看 它的費用怎麼計算呢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增加20GB的話呢 它一年年費多少呢 5塊錢美金 那1比30左右啦 150塊一年 20GB 150塊 其實150塊看一場電影還沒辦法看 150 所以你看20GB很便宜啦 那當然你如果有信用卡的話 就可以增加啦 我覺得它這個蠻優惠的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在網路上放很多 這個雲端的資料的話 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做 再來的話呢 開啟這個上傳這個檔案之後 當然我們可以做練習 在練習之前稍微講一下 因為剛剛同學提到說 如果我今天這個檔案傳上去之後呢 那我如何把它下載成為 比如說我把它下載成這個 Excel 的檔案對不對 其實在檔案裡面呢 也提供了相對應的功能 檔案這邊有一個下載格式對不對 你直接在這個下載格式 如果你要下載下來的話呢 請你找到 Excel 它可以把雲端上面的試算表也在下載成為 跟你原來一樣的這個 Excel 檔案 所以下載之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電腦裡面再重新做編輯 那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就下載下來在這裡 那你可以把它點下去按開啟 檔案就開起來了 理論上應該跟你上傳的檔案格式會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你們可以試試看 傳上去之後呢把它開起來 那再來我們等一下來看 怎麼樣做編就是剛剛的動作 一幅的函數呢 如果在 Google 試算表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